好 我們再看第二個概念 它這個地方越講越細了 我們前面先講第一個概念 從一念心安利的真望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花明這個真跟望的 它的一個差別 看第二段 如來藏中 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心靜本然 周遍法界 隨眾生心應所知量 尋頁發現 世間無知 或為因緣及自然性 皆是世心分別忌度 但有言說都無實意 好 那麼這個地方是 楞元經 把我們一念心性的體用 做一個說明 先做一個總說 如來藏中 這個如來藏 簡單的說 就是我們現前一念心 這一念心呢 它有真也有旺 所以叫做藏 含長的真實的一面 也含長虛妄的一面 叫真旺合體 叫一念心性 那麼它的 它的本體性呢 叫信色真空 雖然它記著無量無邊的法 信色就是它有染金諸法 但是它的本性是空的 它的體是空的 雖然本性是空 又記著無量無邊的染金諸法 這塊 信誼這塊 我們到了下一段再說 先知道體性是空 作用呢 它是隨緣顯現 那么这段是总说的 再看下一段 什么字体呢 体呢就是清静本然作变法界 那么我们一念心 它的本体是清静的 而且清静这个地方 加一个本然 这个本然很重要 就是说 它是本来清静 不是你经过修正以后才清静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它是本来就清静 所以本来就清静 表示它不可以破坏 它不能染污 你看西空本来就清静 所以你用墨字破它 你不可能染污它的 你可以改变它的相状 但是你不可能染污西空 所以它的本体是清静本然 但是它的作用呢 是随众生差别的心念 那么应它所知的量 这个量呢 当然这个地方特别是凡夫法界 它有六道轮回的 各式各样的思想 各种的业力 这个就是它所知的量 有不同的思想业力 所以它就行业发现 前面是讲信空 这段是讲延起 行业发现 所以大乘的业力 是附属在心性当中 它不再谈业力的问题了 你的心中就有业力 所以你自己去招感 你的果报 行业发现 最容易讲解释就是 这个水是最容易解释的 水 你看我们众生的心 相对来说 善业比较强 所以我们的心 跟水接触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是湿润的水 二轨道呢 它的心中有这个 潜滩的毅力 所以它这个二轨道 看到水 它行业发现 它看到的是火 它去触摸水的时候 被水烧到 它看到的是火 天人呢 它的善业更强 它接触水的时候 它看到的是宫殿 七宝庄业的宫殿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是 清净本人周遍法 它本来什么都没有 行业发现 佛陀在楞严经举一个例子 说 虚空本来没有花 虚空本来就没有下 哪有花呢 但是呢 有一群人 眼睛有毛病 好像白内障 所以白内障的人 看到虚空中有花 那么有些人看到的是红色的花 有些人看到白色的花 有些人看到的是绿色的花 有些人看到花比较丑陋 有些人花看到很庄严 其实呢 是个人行业发现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这叫做清净本人行业发现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什么事呢 就是啊 我们轮回啊 其实轮回是不存在的 是 因为你心中有轮回 所以你就看到了轮回 当你的忘念结束的时候 它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轮回 虚空本来就没有花 你把眼睛治好了 看虚空本来没有花 我们日常生活很容易看到一个观念 比方说 甲乙丙 甲乙丙三个人在一起 摩甲讲一句话 这句话本来就是一个法 但是摩乙呢 如果他过去生啊 有这个恶口的口液啊 他听到这句话呢 他就觉得很刺耳 他觉得摩甲在讽刺他 那么如果摩丙他本身呢 过去生呢 是修赞美法门的 他呢 心中那么赞美的也特别强啊 他行夜发现呢 他听到这句话呢 他听到这句话是在赞美我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呢 这句话本来就不是 本来就言生言美的东西嘛 就是个人行夜发现 行夜发现这句话是很深啊 诸位你回家你试试看啊 你大家吃饭的时候晚餐啊 一家人五个人在去吃饭 其实五个人看到的饭菜啊 颜色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福报大的人看到这个饭菜啊 特别的美妙 福报大的人看到这个饭菜啊 就特别的丑陋 其实本来就没有饭菜嘛 在生团更明确啊 在生团啊 你看我们在 我在带那个新生的时候 一个团队 比如说一起有二十个三十个 你看生团 大家穿同样的衣服 大家睡同样的疗房 大家吃同样的饭菜 有些人活得快快乐乐的 有些人活得苦苦恼恼的 你说这个环境到底是好是坏 那样就是那样 行业发现呗 所以你要知道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 你那个心里面有业力啊 你自然行业发现 痛苦的果报 你的忏悔干净以后 你再去看人生啊 那一切都是安稳快乐的 就叫行业发现 那么一切法 到底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一句话而已 清静本然周遍发现 本来是这样 现在呢 现在已经失气 现在叫做行业发现 本来是清静本然 现在叫行业发现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世间无知 或为因言及自然性 皆是世心分别极度 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所以佛夺道的大乘实相的时候 否定的因言说 我们在人天业谷的时候 讲诸法因言生 讲业力的概念 这种片段的概念 带着大乘实相 是把它说 这是不圆满了 乃至于外道的自然外道 也不圆满了 那么真正的大乘思想 是一切为心照 一念心性 本来清静 但是却行业发现 虽然行业发现 还是清静本然 这种大乘的空有无碍的思想 这不是一般的凡夫的 分别季度所能够理解的 为正方知的 只有佛陀出世 才能够讲出这么深妙的 中道的道理出来 好 我们 这个中道实相 诸位 很深 但是你要弄清楚 因为 因为你是什么思考 你就走上什么道路 如果你要成佛 你一定要记住佛陀的思考模式 生命有很多道路 你可以走得很慢 但是你不能走错道路 所以 如果你这个大乘的思想 思想建立不起来 你就没办法成佛了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思想 如来命因 那年经讲 这个是成佛的因地 佛陀出世就是传授这个法门而已 大乘的不恶思想 我们不能老是活在业果思想 这是人天秤 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谈到修行 做得到做不到先不谈 先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 先让自己上路 再谈修行 这个理观很重要 理观就是 你怎么看待人生 就决定你的种姓 你是一个二称种姓 你是人天种姓 你是大称种姓 如果你的人生观倒是活在业力 那你的档次就不高了